嗨 欢迎回到九九的沙巴漫游频道 那最近有很多群里面的小伙伴呢 在问说雅比的短租房的市场好不好 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民宿 民宿的回报率高不高 如果你要买一个民宿的钱是多少 或者是你要做二房东 你要常租一个民宿 然后转租出去 这样可不可行 在这期视频呢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经验啊 虽然我们的经验不是很多 是完全的新手 以前压根没想过要做民宿 那为什么会想起来要做这个民宿呢 就是因为我们从香港 有五家人的朋友要过来租 要不就是酒店房间 要不就是短租房 但是需要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酒店 或者是同一栋楼 结果就发现说到处都是爆满了 那雅比的酒店房间不够呢 这个已经是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的火爆啊 就是有很多间雅比这边的酒店 如果是在游客区的话 我看它的出租率 基本上是在90%以上 那短租房呢 我大概问了一下 至少是70%以上 那我还问了一个 就是2017年就来雅比这边买了10号房的朋友 然后问他 你的短租房有没有位置 空位有没有 他说全部爆满 只有这一天有一个房间有空位 我说那算了 那后来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我们有一家朋友就要挤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这样才能把他们另外的几家人挤在三个房间里面 其实真的是很尴尬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在推广沙巴 就第一个酒店房间 短租房根本压根不够 你稍微做一点点宣传 他这边承接不住这么大量的旅客 那现在就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短租房 其实它的整个management 就是管理呢 是参差不齐 我们本身自己租过Airbnb 那个经验是非常糟糕 糟糕到你根本不会再想去租这个短租房 因为我们是从台湾飞过来雅比 就临时几天需要用到Airbnb 希望有一大游泳池的地方嘛 然后呢就租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那个毛巾呢 是跟抹布一样的 然后那个厕纸呢是一卷 它没有个洞哦 然后它就会 你根本要夹是夹不住 在那个厕纸的那个夹子里面 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厕纸已经掉在地上了 然后它又没有干湿分离 所以整卷厕纸是湿的 我还得自己下楼去买那个厕纸 那我们也有另外的朋友 来这边租房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很多短租房的天花板呢 是发霉的 就对于欧美人来说的话 这个发霉是最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如果有霉卷的话 是会影响健康的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就是如果朋友来了之后 租到了不好的短租房呢 其实他们对雅比的印象是会大打折扣的 但是如果你住到一个很舒服的房间的话 你整个旅程的心态都不一样 不是有一句广告词吗 说住对了就什么都对了 那我就想着把Airbnb的所有的 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 这些各种照片呢 我全部都会发在一个会员视频里面 因为公开讲人家不好的 还是不太好啊 我们就在会员频道见 我这辈子真没住过这么糟糕的短租房 所以呢就记得有一个专人啊 我到时候会发一个视频 是压比本地短租房的问题啊 就包括他的那个评论呢 我们留了一个差评嘛 第二天就被删掉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啊 完全没了 但是这么糟糕的房间 他一样租的出去 因为这边就是缺 就是县城的短租房 它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吉隆坡是全马来西亚酒店房间 需求量最大的地方 但是压比是全马来西亚 短租房需求量最大的地方 那我们就跟香港那个朋友 就是五个朋友一起来的其中一个啊 就说我们干脆自己长租五个房间 朋友来的时候呢 就直接住那边了 那他的这个quality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嘛 就不会租到那种发霉的房间啊 或者是没有水啊 或者什么东西不行的话 立刻我们就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嘛 那这几个朋友不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市场上面去做 Airbnb或者是booking.com 然后发现说 我们长租下来的第一天 刚刚放上去 刚刚po上去 凌晨12点 立刻来了一个booking 都没准备好 我们当时的房间呢 还给深圳的两家朋友住着 然后呢 还得麻烦他们第二天早上赶紧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合并成一个 然后放在同一个房间 这样子我们能空住一个房间来满足 凌晨的这个booking 那现在这五个房间呢 是满足的状态 我们其实没有想着用它去赚钱 我们只是想去测试一下 这个market到底有多活热 我们不租不知道 一租才知道 我的天啊 真的很夸张 那等一下呢 就会跟大家break down一些细节 等你听完之后 你可能会对亚比的短租市场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也可能会完全打破 你对沙巴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短租房的一些认知啊 就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 哇 为什么KK的房子 就是沙巴雅比的房子 会比KL的吉隆坡的还要贵 然后我心想 那不当然了 这边又有海又有山 就一个房子 你可能看到海景 又可以看到山景 你在全球去找 这些都是稀缺的房源 而且就算在美国来讲的话 哪两个州的房地产的价格 是最高的 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夏威夷 都不是纽约 为什么 就是天气好 临海 有美景 但我们常租的这个房子呢 其实是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就出现过的 它就是从 Jeserton Residence 补看过去 看到有一个楼 叫做JQ 然后它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你就看着游泳池里面 开始下饺子 就是这一栋楼 那JQ的这个位置呢 我很熟 我在那边住了大概 三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就知道说 它下楼就是一堆的餐馆 我想至少有二十个吧 那你走路的话呢 走可能过个五分钟 你就到了跳岛那边 那跳岛那边 又有一堆的马来档口 而有时候呢 它还有夜市 夜市有一些小店呢 开到凌晨四点 就说你啥时候饿了 你下楼就有吃了 它有些面当 真的是开到很晚很晚 我有时候是凌晨十二点下楼 然后带着小孩 他突然间肚子饿嘛 那我就带着他去那边 那边还有一个室内的足球场 走路五分钟左右 就到了Souria Mall 那里面又是一堆吃的 我觉得就是走路范围内啊 它能够接触到餐馆 可能是上百个 那离游客的嘎牙间呢 也是十分钟以内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非常黄金的位置 那这边常租的租金呢 大概是在两千八到三千之间 在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边租金就非常便宜 疫情的时候 租金更便宜 刚刚过的时候 听说是两千五 那现在可能因为 游客又多起来了 所以它价格又往上涨了 那现在的平均的租金呢 大概是一天200到250左右吧 我们还租到了两个海景房 那这个房子呢 也才522个square feet 但是它能隔到 有一个房间出来 再加上一个隔间 也就是说 它可以很舒服地睡四个人 而且呢 这两个房间呢 是互不打扰 中间有一个客厅 还有个小的厨房 那我就好奇问agent说 当时他们这些屋主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他就说 在2016年左右吧 他们买的时候才40万左右 就40万马币 然后我就掐指一算 哇 这个短租房的长租的租售比啊 能够达到9% 我当时惊呆了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公寓的持有成本是多少 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 如果只是长租的话呢 你要考虑到management fee 也就是管理费 大概在每个月 230马币左右吧 每一年呢 还有一个800块钱的 这种各种杂的费和税 还有一个火险 大概是100马币一个月 那其他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因为如果你长租出去的话 这个水费电费 都是租户来付的嘛 那我就说 大概租户一家 平均的水电费在多少 他就说 水费平均在40马币一个月 电费平均在70马币一个月 我觉得可能美国的小伙伴 现在听到简直就是 哇 有没有搞错 真的太便宜了吧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以前你有短租经验的 或者是民宿经验的朋友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 在这边长租一套房 或长租几套房 然后你就坐二房东 好好的去经营这个短租 服务好每一个过来的旅客 不要让游客再碰到这种特别恶心的短租房了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巨大的需求的 那因为我们找这个agent呢 他以前就在疫情前就已经一直在经营这个短租房了 那他呢就跟我们说 以前JQ这边的价格是250马币起 而且当时是供不应求 所以呢很多的房主 当时就如果你自己做短租的话 早就已经把他的本全部都赚回来了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还有在放长租呢 就是说他也累了 那做短租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经营 去换习啊 其实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那如果他的本钱都已经回来了 那他为什么不长租呢 就等于说是有一个fixed income 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流 每个月都有钱收 也不用去理这个租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经常遇到就是租客 把自己的这个充电线给落在房间里面了 然后就打电话回来 还得重新要上房间拿 那这个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fulltime的员工 全职的员工来看着 那我们找的这个agent呢 他自己手里面要十套短租房 就在JQ里面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再再多租一些呢 他说实在管不过来 因为就是有杂七杂八的这种事情呢 你其实是很难去管理的 但是呢你可能有那么三四套短租房 你就已经有一个收入 可以在这边活得非常舒服了 虽然这钱不大 因为马币的确有贬值嘛 那JQ的出租率大概是在 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有问经济有没有淡月跟旺的月份 他说旺的月份是百分之百全部租出去 几乎是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了 淡季呢也有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至少都有百分之五十的出租率 而且华人新年跟圣诞节这两个节日呢 它的价格是涨很多的 具体涨多少呢我不太清楚 但是根据我们2017年 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十套的那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他们的华人新年是房间能租到一千多马币一个房间 那平时可能也就三百多四百这个样子 那JQ现在还是有限房的 那价格可能在六十万到七十万之间不等啊 没有到七十万那么高了 因为JQ第二期要出来了 所以我就让这个agent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下JQ的第二期 那对于外国人来说呢 可惜的就是你只能买六十万以上的房子 因为他还有四十八万的房子 那JQ现在第二期也出来了 刚刚上线没多久就已经卖了一半 所以这边的短租房啊 就是啊这市场还是很火爆 尤其是小户型的房型 六十万以下的 就是很可惜啊 就是外籍人只能买六十万以上的房子 那六十万以下的房子其实真的是很火爆 那JQ第二期的showroom呢就在JQ里面 那在马来西亚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whatsapp联系的 如果想要买民宿或者长租民宿的小伙伴呢 可以进whatsapp群 链接就在描述栏的本期笔记里面 就现在的JQ在这里 所以在他斜旁边 就没有挡住他的view哦 没有 还有是ocean view 这里其实是有这个terminal的 有 现在已经有 它是有邮轮的 我有看到过 当时我们住在Jesserton ResidenceJR的时候呢 就能看到那边是神山 太阳升起的地方是神山 然后这一栋楼就是JQ 转过来呢 这边就有一个terminal 这个港口当时就停着一艘邮轮 这个港口未来是要扩建的 以后要扩建 但我能停两艘邮轮的长度 但是具体啥时候见好 不知道 这邮轮从哪来的 怎么买票 我也不知道 有知道小伙伴 记得在下面留个言 但是很爽 Mention Center是在哪 这里 SICC 这个是JQ 就在JQ旁边 看得见的了 然后这个是新的 那个Q Suite Space 2 比较靠近海 然后比较里面一点 哦就不太可能有东西挡住它了 未来也是 这边不会 这边会 这边还是会有development呢 哦 会有 会有哦 以后的development 这边啊 还是会有哦 但是它还是 因为它窗口这边还有这边 所以它还是这样伸过去 哦 还是有view哦 然后它这种是它的一样 Pick Collection 都是它的 Landed啊 Condos啊 PickVist啊 这种都是同样developer 哦 那什么时候 呃 建好 建好 四年 四年 从现在开始 对 现在已经开始卖了吗 现在开始了 很多 已经订了吗 对 一半没了 啊 一半没了 日月开始卖 已经一半没了 天呐 对 还有两种 一个是 Dolki 就是两天 两个门 你可以租给两个Panel 不一样 Panel还是两个 Occent 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One way 嗯 嗯 One way 是全装 你直接可以做的 哦 哦 是船一样的 对对 嗯 就 它有 Puple Facilities啦 不需要载板前 OK 哦 它的Ging Room还蛮漂亮的 在楼上 需要载 Lanchino板前 Like a clock 哦 所以这个就是 没有那个游泳池的 Yeah 这个是在楼上 可以在那边看到那个 只有这边是 Sumite Lanchino板前的 Occent 这边是这样的 哦 哦 就是只是对海的 这个部分是 楼池 后面这个部分 是一个花园 跟咖啡 里面 但是它的这个 Facility也太少了吧 这个只是一个 它也没有这种 比如说 Liftway的那个东西 还是它这个模型 没有 没有 秀出来 因为这个 有着那个 这个哦 对 这个就是有 它的Site 它的Site 就是那个Lorning 趴着的那边 哦 就从那一整片 到后面 到后面 有那个 马路那个 嗯 就是在 哪个地方 那个有Lorning 有一个大的truck 在那 就一个truck 就一个truck 的那一个位置哦 哦 哦 其实很小的 一个位置哦 它很大 它可以摆多间 就摆多间 每一个都有 Balcony 就连的 Site 都有 Balcony 它有 修 就是修 鱼联吗 它不搞 我其实哦 因为那个 飞机房线 大概是多少层楼 27层楼 这个就是 Dual Key unit 两间的 它这个单门 是这边 所以你可以 锁掉一个 你operate一个 也可以 自己做 所以这个是 Dual Key 的 这一间是 很像hotel room concept 它是没有 Centure 很大一下的哦 挺大的哦 611 square feet 611哦 哇 这个都很调量哦 它的layout 很好 所以这个 虚线这里 是Balcony了 这个没有Balcony 这个没有Balcony 那这个虚线 为什么它画的 这个 这个位置呢 有点 乖乖的 611 全部加起来611 对 哇 这个应该是 那个床 哦 床 OK 哦 它611 隔得很厉害哦 这样子都能 做到 Dual Key 嗯 而且 我 哇 天啊 所以这也 隔得太 太厉害了吧 隔得非常好 然后它们 会包冷气 会包kitchen 然后厕所 也是 全包啦 那这个是 两个哦 嗯 两个单位 对 没有T 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那那边呢 也是钻进来 所以其实 你怎么 厉害啊 这样子都能 隔出来 短租房 做隔间呢 JQ我已经 看过了 是真的 隔得很厉害 那Q Suite呢 我觉得隔得 更加厉害 是因为 它有两个洗手间 就是Dual Key的 611 Square Feet 居然能隔成两间 小户型 民宿隔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 designer 应该可以拿奖了 功能齐全 但是感觉 还是挺宽敞的 Crazy 这样子都隔得出来 600多个Square Feet 可以做到Dual Key 不觉得 多少钱 60多万 但是它 60多万 就是这种 是60多万 然后玩的 用的通过 到来 40多万 40多万 那我们的夏令营 现在还是有位置的 就是要自己买机票了 那我们也联系到了 重振中学的联系人 来一次呢 是可以去考察 建国中学跟重振中学 两所读中的 那我们夏令营呢 现在是8月1号呢 再开一班 因为有很多家长 他们很多 7月15到25号的时间 有点撞到 他现在已经安排的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是 再安排一班 那这一次呢 是可以安排到 建国跟重振中学 两所读中来参观 还包括了一些英文课程啊 那在上英文课的时候 如果家长愿意去 看一下附近的房产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agent 来带家长参观 各个不同的 雅比的楼盘 如果不看房地产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比如说 想要去city trip city view 看一下附近的商业 感受一下 这边的商业环境 我们都可以VIP小trip 这样子带家长去参观 客户里面 参观 我们都可以